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榮耀華爾街 今天是2019年12月2號禮拜一 大家好我是投資長 大家都知道我是全台灣Live粉絲認輸最多的分析師 也是今日報的選文冠軍紀錄保持者 大家好 今天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的直播 奉獻給大家的網路直播啦 網路直播一千中式當然都是兩點準時解盤 錄了1600集 然後現在轉帳網路直播 網路直播算第一次 有點緊張又很興奮 跟大家講 剛才那個製作團隊跟我討論說 以後要不要開放留言 好看的 臨時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以後可能會 或許會開放留言 好不好 不過聊天是禁止那個謾罵 先跟大家講 好不好 到時候大家以後就可以知道 所以以後我們的節目會是2點的時候 會2點左右 因為其實 某個政經頭顧不只我一位分析師 陸續到時候會有 好多的那個分析師 好那到時候那個節目時間安排的時程問題 大概2點或2點10分 反正我會在live 第一時間跟大家講 2點10分左右 或2點 直接第一時間直播 這一段影片 我就不擅長了 我就會把它 刪掉 然後到8點的時候才改成有字幕的版本 所以如果你想要第一時間的 可是你不介意有沒有字幕的 然後想要聊天是聊天的 你就鎖定看我們2點的節目 好不好 這我跟大家講 除了這以外 那今天 今天第一次直播 好不好跟大家講 請你來看一下 今天台股 展了13點 硬是拉尾盤 台子期 不好意思 台子期 展了38點 還不錯 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慘 當然很多人說 投資產 三位指數蠻弱的 三位指數我們看一下 三位指數跌了0.8 其實也有拉起來 其實很多股票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弱勢 為什麼我們這樣說 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邊個股而言 鴻海 今天有拉尾盤 其實鴻海 我一直跟大家講 他在吸收籌碼 吸收籌碼過程中 一定有人不相信這個行情 那沒關係 你就慢慢的吸收 那我講過了 我最怕遇到那種 買鴻海 買個兩分鐘 說說 買個 買 沒有 沒有兩分鐘 可能買個兩天 跌個一塊錢 頭長拜託救救我 那你這樣不適合買鴻海 可是基本上如果鴻海 這麼牛皮的股票 你買了 一兩塊你就受不了 所以基本上你可能也不適合股市 就算我來幫你未必幫不了你 我要跟大家講好不好 所以 這個鴻海這邊不用那麼緊張好不好 這中產期而言 其實這都是可以 長線的一個利多的股票 這我跟大家講的 你看 其實沒有大家想像那麼重 沒有想像那麼嚴重 今天有畫面給我 今天大盤中間大下跌的時候 很多人就私訊帶我 投資產 又哪個人攻擊你 又哪個人攻擊 投資產 人紅是非多 我跟大家講 我本來就很紅 所以人紅是非多 就像我現在 我現在都不知道要不要跟你們講說 到時候我們 1月 4號 那個週末的一個 演講場地要不要告訴你們 我說真的 因為一定爆滿 如果你想要看台灣人氣最多的分析師 那你可能要提前三個小時 你才能進場 我已經跟大家講 現在要報名的人數已經 300人以上 不誇張 很多人在詢問 你就知道 什麼叫做人氣最紅的分析師 我不去私後話的 我不去打嘴炮的 所以我才去可能參加比賽 那很多人批評我們 那沒關係 因為批評的人太多 我們要一一回答 我只是跟他說 至少我鍋子 就是實實在在的 我股票 因為就是很實實在跟大家講 所以很容易被攻擊 實斬股票 偏偏講我最弱的股票也可以啊 那很容易被攻擊 可是我的股票 不會 我不會突然有突然沒有 我是跟大家講 這是我個性 我也不會去 某一個等級會員 不知道有沒有這個等級會員 我都不會 我的個性就是這樣子 那 至於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因為人紅是非多 這個沒辦法一一回應 好不好 我們把它回歸到我的本業 本業是說台股這邊走勢 該怎麼走 其實我今天比較難過是說 很多人問我說 投掌 121這個就不存在了 如果121的 121的低點 1478點 來看的話 台股的確跌破了 台股的確跌破了 那 可是問題是 收盤有沒有站上去 有 收盤站上去 那我還是給他一個機會 好不好 可是 我覺得機會 我覺得121 就至少魔力沒那麼大了 我跟大家講 畢竟點數也高 我講點數也高是說 他不在低檔 他是在高檔的時候才出現 11月21號 那投掌你這樣講 那121以後都不會嗎 也不會 也不 也不一定 只是說今天的 10月21號的低點 1478點 真的跌破了 那我用收盤站來 收盤站來看的話 還有什麼 嗯 還有 其實還是有散展空間 如果是 11502嘛 今天 11502嘛 用收盤站來看來看的話 是可以的 可是如果連收盤站都跌破 11478的話 那121 你就不能當作有存在了 我都講得很清楚 可是 機會留給準備好的人 為什麼說機會留給準備好的人 準備好的人 今天第一次直播講話都會有 操靈呆 所以很多人都說 投掌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你要散字幕了 你總算知道了 因為散字幕後 我講話比較聽得清楚 同學我們來看一下 應該 這邊 每年12月份 已經連續 10年 過去10年 除了去年以外 每一天 每一個月的12月份都在漲 去年的12月份 因為中美貿易戰的關係 跌了 160點 好不要去看去年12月份 每一個12月份 他都在漲 1月份 也大多散漲 只有跌三次而已 有沒有 所以 買股票 最好的時機點 發明給我 就是12月進場 因為享受12月跟1月 不能說百分之百啦 一有萬億 什麼萬億 你看一件事 至少有消息是 12月跌 1月會漲 好 1月跌 12月漲 你聽得懂嗎 不會連續兩個月份跌 這是重點一 你懂我意思嗎 這重點 第2個 就12月跟1月 散漲的機率很高 12月更高 可是 不會兩個月份都跌 你看 這邊跌 1月跌 12月漲 1月跌 12月漲 所以 你在12月做多 是一個勝率比較高的 就像121 所以為什麼121會發威 因為121發威的話 12月是1月 12月跟1月 是勢必要持續散漲 這才是這個重點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 做股票是這樣子 當大家都知道事情的時候就不准 如果你有看我始終 如果你是我始終粉絲就知道 2016年 2017年 2015年 這三年我沒有記錯話 我連續三個年 都跟你預告12月的行情會漲 在此之前台灣的分析師幾乎沒有像我一樣 公開跟大家驗證 12月會漲 你相信 可是 等到 2015年 2016年 我跟大家講12月會漲的時候 很多分析師都講12月份會漲 可是他們少落實一點的 來看清楚 12月之前怎麼漲的 來 看清楚 12月那時候都這樣漲 這去年12月的一個行情 2017年 12月有沒有看到 先什麼 先下 後上 2017年有沒有看到 先跌個兩三百點 再漲個600點 你們看清楚 好這2017年 這大盤很重要喔 記起來 2016年有沒有看到 V型反轉先下 後上 雖然12月是漲 畫面給我 雖然12月是漲 可是已經連續兩年 2017年 2016年告訴你什麼 他是先 下去再上去的 他漲這個10點 可能漲 可能只有漲個 100點左右 可是 他實際上 來畫面給我 實際上如果你在最低點買的話 你可以賺400點以上 300點以上 你聽懂嗎 352點 你聽懂嗎 累計起來12月 可能 只有漲一點點 你看這邊的高度 這邊的高度 你會比這邊高 高一點點而已啊 是不是高一點點 可是如果你在一個越跌越買的過程中 你是漲352點 所以那個時候 畫面給我 去年 應該大前年的時候 很多分析師會跟你講說12月會漲 可是他不知道內容是 會先下後散 我是跟你講 那 所以2016年這樣子 你平常心 很奇蹟喔 所以 為什麼我會發現到121的秘密 那為什麼現在越來越不準了 因為其實越來越看我們多節目 或者越來越多人模仿我們 這很正常 股市就這樣子 所以你會發現到你看很神奇喔 我們看一下喔 2017年 是不是先下後散 最後漲嘛 2016年是直接V型反轉 對不對 12月嘛 2015年是不是也直接V型 也是V型反轉 神龍白尾 先下後散也是一樣 2014年有沒有看到也是個V 有沒有看到 2013年也是個V 有沒有看到 2012年也是個V 扯不扯 2012 2013 2011好像也是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你少賺了6、7年的一個V型反轉 因為你看的老師 不是郭庄分析師 那現在來了 可是你會問我說 去年就沒有了 那現在是就沒有了 我只能跟你講說 去年是真的沒有了 去年12月真的沒有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 去年12月真的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 去年12月沒有 這12月 這11月 10月底有沒有看到 這11月底 11月 不是不是 這不是11月 我們來看 這是2018年11月30號有沒有看到 去年12月這邊 這條線 12月有沒有 沒有直接殺下去 到2019年有沒有看到 2019年 殺下去過後 去年12月真的沒有 算是一路往下 只有最後兩天 往上漲 可是 造就了一個 1月2月的一個大行情 所以12月 你說是不是先下或上 我現在不敢說100%了 可是12月可以給你一個案例就是說 基本上這10年來 你越跌越要買 我跟大家講 所以沒有大家想像那麼緊張 121 11年來只出現4次 這個機率不高 至少沒有超過40% 可是 12月的一個先下後上 至少這10年來 12月都漲的金率 這10年來 至少高到90% 唯一一次例外是去年 可是造就有今年1月2月3月的大行情 所以我講得非常清楚 現在看你要怎樣分析師 好不好我需要 我不要私後化馬後泡 所以大盤大概給大家解釋到這邊為止 好不好 所以我跟大家講說記得一件事情 121我不能說每次有 那今天11478突破了 跌破了 可是今天還是暫微 11500點 那 只要11478這個 這個低點 沒有跌破 我還是視為121還在延伸中 那接下來看後續行情 可是121除了這個以外 這機率不能說100% 可是另外一個機率比較高是12月的行情 歷年 歷年來是比較容易做多的 唯一一次例外是去年 可是去年 等於是說 這一個行情沒有持續的 去年12月是唯一的例外 下跌的 造就123月 是上漲的 你一定要把握住 好不好 這是我跟大家講的 除此以外 我等一下 我再跟大家講 我想 突然想喝杯水 我第一次直播 喉嚨有點乾 我想喝杯水 散個廣告 好不好 等一下 你不要緊張 所以我跟大家講 大家有什麼任何意見 也可以私訊我 加我LINE 小小水S78 那記得要訂閱我影片 一定要訂閱我影片 免費的 然後 一定要加小鈴鐺 像你今天沒看我直播的 一定是因為你沒有加小鈴鐺 小鈴鐺要按全部 不是部分 小鈴鐺有個選項 按訂閱以後 它會出現一個鈴鐺 按下去 再 按全部 你就可以收看我所有的影片 好不好 如果你對我們參加 我們行列有興趣 080668085 好不好 因為今天也是很多股票 還是不錯 我等一下就給你解密 如果你上禮拜有看我節目 我說我四檔要追蹤的股票 今天四檔都漲 善規指數明明很弱 結果 我追蹤四檔股票都漲 你覺得神不神奇 奇蹟啊 這跟大家講 所以等一下休息一下 我馬上跟大家講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記得 趕快來看我們節目 謝謝各位 各位觀眾大家好 回到現場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各股 上禮拜也有講四檔股票 所以我們來觀察 這四檔股票 來 這四檔股票 我昨天是說台加速 你看 禮拜五一定有講台加速的股票 拉起來了 他說我一直想買 一直 一直給我漲上去 我也是很悶 那沒關係 那沒關係 我覺得拉回過程中 我一定要找一個買點 那噴出去呢 噴出去看看 看看 因為現在 做股票你看一下 我說什麼 進水樓台這檔股票 進水樓台 宣德月 拉上去 今天又給你休息 然後 休息完以後 又給你拉起來 怎麼做啊 有點過熱 可是告訴你 投信的一個買超股 還是現在股市中 重心的重心 所以你不必緊張 所以包含台駿 投資產 台駿投信 還是在買超啊 你真的不必怕 投信今天會買 這個我不敢說 可是 沒有大家想像中 這麼危險 投資產 今天很多的PCB族群 都是影響的 滑通也不行 可是滑通 最後還是拉尾盤 那也不行啊 嚇死我 所以PCB拉回找買點 我剛才看他 還在平盤之下 找他看他還在平盤之下 結果五盤過後拉起來 星星 星星 其實你說他做頭 他從頭到尾就是一個 平台區間的能力 有沒有看到 來 所以 也沒有真的做頭 但是你硬要這樣看 你是這樣做頭啦 這個沒有意義嘛 好不好 就像台駿你這樣看 你硬要說他是做個頭嘛 可以啦 那跟星星不是一樣嗎 你硬要看這一段 但是做個頭嘛 可是你看這個段呢 他還在整理階段嘛 還在這邊整理虛接嘛 我說什麼錯 沒有錯 所以 你不必 這麼緊張 我一直跟那樣 做股票 如果只是一個動輒 3% 你就受不了了 我覺得你把錢存下來 你去買別的東西 會比較實在 為什麼 因為3%的坡送 你都受不了 3%的一個 的 賠 不要說賠錢 就是說 暫時的 盈虧 你都受不了 那我請問你一件事情 當股票賺到10% 你就會走了 甚至不用到10% 3% 賺3% 3% 你就會走為什麼 因為你怕賠錢嘛 你懂嗎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講就是說 如果你 膽子越小 你越不能賺越多 做股票就是這樣 他其實有時候是 你一定會手邊 錯過 我好錯過好多標股 我錯過酸紅 我錯過台積電 100多塊台積電 我錯過70塊的紅海 其實我都選到 很多網友都常常跟我講 我都選到這些股票 我都可以看到 星星二三十塊會看到 華通一二十塊會不會看過 我都知道買他 對你知道買他 可是你的一個心理素質 那你就算買了他 也沒有辦法殘暴 這才是重點 所以這個時候需要一個專業的一個分析師 告訴你這個優點在哪邊 這股票可不可以殘暴 你不要自己去想 自己去感覺 這我跟大家講 所以 台穿這個我覺得只是一個 小小的一個 波動而已 沒有大家想像那麼嚴重 艦艇 也是一樣 他回到 這邊的點 我還要加碼 我真的不怕 我是跟大家 我是鐵錠一定加碼 回到這邊 120塊這邊 好如果明天回到我 一定會加碼 我講話就講在前面 畫面給我 我身為一個 經濟日報選舞冠軍的基督保持者 他選鼓比賽是規定 一定要1000張以上 不只這樣子 你們看我們的股票 幾乎全部都是有價人的股票 我有這樣自信 我跟你講我看我的標的 我看我的一個 一個波段 我不要私後挖馬歐炮 我不要去給你變魔術 這就是我中心思想 我秀扣訊就是絕對秀普通會員的扣訊 為什麼 因為我 因為普通會員的扣訊 絕對不是 是不存在等級的會員空虛 我說 見頂拉回過程中 我要加碼 我講得非常清楚 好不好 Way and see 投資朋友 你去想一件事情 很多股票都是我講在前面 我再講一件事 你們再看清楚 上禮拜我講的四檔 我說我要追蹤的股票 我再強調一件事 要追蹤的股票 台加碩 今天有沒有漲 有 5457宣德 有沒有漲 有 8358金居 有沒有漲 有 算PCB的上有 有 齊立新貝多元件 根本沒有漲 有沒有漲 有 上禮拜五你看我的股票 你看我的節目 追蹤要說 追蹤持續注意四檔股票 今天都漲 哪個分析是有這個威力 我不要失話毛毛泡 你每次看到我的節目 為什麼很多人說 投資長 你每次一個新列入一個 追蹤股或推薦股 你都先漲一波再說 為什麼 因為看我們的會員粉絲人數很多 今天節目直播開始的時候 導播就說其實還蠻多人 第一次當然算很多了 我覺得還不夠 我想要更多更多 為什麼 因為我LINE粉絲人數也是一樣 你突破台灣的紀錄 6萬人 我新成立一個LINE 不到沒多久時間 也快3萬人了 投資票 也沒有打任何廣告 所以你想想看你要怎樣分析師 要選就選最好的分析師 要選就選第一名分析師 好我的股票真的很強 我也有自信跟你講我要看法 我就是跟人家不一樣 我不要一堆股票 其實現在這樣子 我今天這樣的關節 我還覺得股票占太多了 我還想更集中 只是因為會員能數 一直在增加 一直在增加 我不能每一次永遠都給他救股票 可是我也不想要一直那麼頻繁的 一個月就有幾十堂股票 這不是我國中的風格 這我跟大家講 那你看 除了這以外 講到奇力心 你們來看一件事 龍頭 國劇已經幾乎拉最高 國劇看起來要噴出去的 我們不要等到噴出去的 說投資產 怎麼辦 我一直跟你講 被動元件我過程有使命 不論是好的名聲壞的名聲 我通通在被動元件 一次滿足 我說我過去 可是 我至少我認為我是被動元件專家 其實 他本來就有缺貨三年題材 只是去年大家覺得說不需要了 中美貿易戰不需要了 可是也 放緩了 一些擴產的腳步 如果你看現在只是一個突然零時拉貨 就突然都缺貨了 你去看看這新聞 這就是為什麼 我被動元件看好 台加速我不是不看好 台加速之後經濟日報有消息 然後某一位記者有消息 可是 如果被動元件是經濟日報 我跟你講怎麼分析邏輯跟新聞 經濟日報的記者也有跟你講 官司報也跟你講開始缺貨了 那 基本上那這個新聞 就是百分之哪確定的 這兩個已經算台灣最專業的報紙 所以我才會願意參加這比賽 一般比賽我還不願意參加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 經濟日報的一個標題 MLCC缺貨國劇華星哥 大贏家 官司手機這邊就缺貨了 那明年的5G手機呢 還有5G基地台呢 現在缺貨 而且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你注意一下 為什麼你注意一下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說 你要注意一下 通常被動元件最缺貨是什麼時候 通常被動元件的最高峰 最容易缺貨是什麼 第三季 不是第四季 第四季是逐漸變 從旺季變 淡季 旺季變淡季的 那你去看一件事 現在第四季的時候 才跟你講缺貨 那你有沒有想過 可能是明年缺貨一整年的 題材 這簡直是 通常最缺貨的時候 是第三季 第四季開始來下來了 可是如果第四季就開始缺貨 有沒有可能是明年缺貨一整年的 整個題材 你要去想想看這個邏輯 好不好 我沒有事後碼後炮 我就跟大家講 所以這個邏輯你聽清楚 為什麼我在變動元件 所以每個族群它是有一個 旺季的奇才跟一個缺貨的 缺貨的季節 他最容易缺貨是第三季不是第四季 可是第四季還開始缺貨 是不是可能明年告訴你 又缺貨一整年 我不要缺貨一整年 我只要缺貨半年就好 那股價就我的噴了 我也不要國際說我要漲1200 我覺得漲1200 我國總是太胡扯了 我有幾分事實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我的看法是 如果 現在就開始缺貨了 缺貨半年就好 你紅海不是紅海 你國際你說回到1000塊 很難 可是你說回到四五百塊 不是不可能 不是不可能好不好 這我跟大家講 所以 在這邊而言 我趕快跟大家講 我持續追蹤這個被動元件 我相信 被動元件噴出去的 一定很多 投顧分析師都有 那也沒關係 因為 我的股票有價有量 不可能只有我一個人 相對我的股票 也很多人會做空 那也沒關係 可是 我就講了 我股票敢公開呼籲 我敢公開的講 我有邏輯要告訴你 其實你們眾所皆知都知道 國際就算了 齊利欣是不是那時候投信 一直在偷買的時候 我就被我抓包 有啊 那時候偷買的時候 我就被我抓包了 在這邊的時候 八十幾塊 有沒有看到 八十幾塊的時候 偷買被抓包 那今天已經多少 100塊 收盤價又再創一個 平新高 明天我覺得 就有機會噴出去的 為什麼 因為今天不只 變動元件缺貨嘛 電感元件 一體成型電感 農曆年前 恐吃緊 慘了 拉貨潮 太陽又墊 遲遲未復工 所以投資朋友 你去想想看 你要怎樣的分析師 齊利欣我也講很久了 所以我再講一件事 我上禮拜五講的四檔股票 我追蹤過個股 齊利欣 金居宣德 然後台加塑 當然我沒有說這四檔我都有買 我不是這種個性 可是我說追蹤股票 你就看到點石成金噴出去的 我就是這樣的分析師 那不好的股票 我也不會 我今天全部講這些 我大可不可以全部講 今天講這四檔股票 我也可以講 可是我 大可不可以講這四檔股票 可是 我還是跟你講跌的股票 所以你先想看 你要怎樣的分析師 好不好 所以沒有大家想像中 這麼嚴重 我一直跟大家講 再強調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記得這件事情 如果每年的歷史告訴你 12月都在漲 你沒有理由 你沒有理由 在12月的時候 去看空 就算看空 頂多只能看前半年 你懂意思嗎 同時沒有 就算看空 你只能看 不是前半年 你只能看前半個月 你絕對不能看12月 15到21號的空 因為在這邊漲 都是 先下後善 唯一的例外12月跌 隔月 漲很多 漲200多點 不止了 2月又再漲 所以我不要似後化毛泡 想想看你要怎樣分析師 好不好 抓住這邊的行情 所以最後要跟大家講說 差不多這樣的一個行情了啦 好不好 那個 WHO現在幾分了 25分差不多 我也是覺得 我很會聊 硬是要聊了20幾分鐘 好不好 所以這個被動元件 這個缺貨 還有 這邊 紅海的5G的新手機 華為的5G新手機 紅海通通包 代工 你要注意一下這個利多消息 會不會持續的發酵 我講一件事 要突破12682 絕對是 紅海的漲幅 我這樣跟妳講 不只台積電要紅海 絕對是紅海的漲幅 從現在開始漲幅 記起來 你可以看驗證 真的突破13000的時候 12682就好了 紅海的漲幅 從現在開始 絕對會勝過台積電 你不相信這是 Way and see 好不好 到時候那個瘋狂的時候 你在考慮 要不要空手 絕對不是現在空手 我知道很多人都現在看空手 像老師只要去喊空的 你會發現點率特別高 像我們在喊老師跟你講 這個頂多是先下後上的 你們反而覺得這個沒有什麼新奇 投資票 所以害我不得不直播一下 有一點新鮮感 可是我投資票如果妳覺得我今天直播很有興趣 你可以按個讚 按個讚 然後 我們考慮到時候我們會開個聊天室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可是有謾罵什麼東西 很多人說投資票妳敢留言OK啦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我還是有時候會封鎖人家啦 可是不多啦不多啦 因為 大家都久了知道我是什麼人 好不好 這我跟大家講 所以接下來這些股票 有些股票我是拉回過程中我要早買一點 我只要早買一點 12月1月 不去做多股票 真的太可惜了 這就是121的密碼 我跟大家講好不好 那那11478最好也不要跌破啦 那鴻海我認為今天 投信可能外資還是在買 不然不會去拉這個尾盤 如果還是在買就說 投資料 一切一切妳又遇到前面了 那有沒有股票要買 有啊我這幾天拉回我都一直在買 我都一直在買 因為一直有陸續有新會員參加 所以如果你對我參加會員有興趣的話 你歡迎來電 0800668085 0800來來 幫您幫我 好記吧 或者私訊我LINE 小老鼠 S178 12月 就扣除去年等於是散展機率是百分之百 12月就是個好做多的行情 我已經把你破解了 跟你講這12月行情 頂多是 月初的時候有一點顛破 可是你更要買 好不好 我希望你到時候不要錯過這行情 小老鼠S178 可以私訊我 好不好 那記得最後影片按讚 還要分享 還要 訂閱頻道 訂閱頻道 然後再按小鈴鐺全部 不論對我錯 一切一切 我預告在前面 12月的行情 大行情開始啟動 我希望你好好保住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